宋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迷妹的人他修福不修道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修福报 那个都是有期限的 期限也都不长 我们种了多少 那个善因得到多少福报 那修福报在凡尘 当然是高人一等 可是那个都不值得我们羡慕 我们羡慕就是离开苦海 这个知道凡尘都是苦 纵然是福报也是苦 那么只言修福便是道 这个凡人都讲 就在做好事修福 那就是道 所以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对不对 我们研究了以后才知道说 原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心地好 心好就好了 吃什么菜 不是时常听这句话吗 大鱼大妈吃说他心好 心多好 所以没有研究 就不知道那个内容 那我们一吃到以后 就是跟这些 也是众生 大鱼大妈也都众生 跟他结屋缘 要来还 你吃他 吃他八粮 要还多少 半斤 八粮就半斤 布施 这个供养福无边 我们布施供养 那个福 福报很大 心中的三恶 原来造 三恶是什么 就是贪生吃 我们心中的三恶 就是贪生吃 贪生吃就一直在造 泥江修福 易媚罪 后世得福 罪还在 他修福的人 就是想说 将这些福来灭掉 他的过头 一些罪业 可是我们后世 再来还成 得到福报了 可是罪还在 罪都在 但像心中 除罪严 我们像我们的心中 辞掉会造罪的因缘 我们造罪的因缘是什么 不是刚讲过吗 就是那个贪生吃 那个就是 心中的罪严 会犯罪的因缘 都是贪生吃 都是那个 最毒的三毒 各自性中 真忏悔 就是我们要 自性之中 真忏悔 服务 大圣 真忏悔 遇到 这个大圣佛法的 真忏悔 就进入 不生不昧的 那个佛性本体了 辞学行政 即无罪 我们把邪都除掉 行都是正道 都是真理 这样就无罪 学道常以自性观 我们学道 我们修道 就是要时时刻刻 都观自己的本性 自性观 即与知佛同一类 就跟佛同等了 好